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莱猪风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前几天苏贞昌院长跟立委蒋万安激烈交锋 好苏贞昌说国民党中常委开的性供肉品也支持政府 被国民党是穷追猛打 苏贞昌是解释说 他指的是业者肯定政府守住了非洲猪瘟 并不是说这家公司支持进口莱猪 但是国民党对这样子的说法是不买单 蒋万安认为苏院长是公然说谎 到底谁是谁非呢 我们稍后一起来分析 而昨天屏东县的消防局到这个性供的厂区来做例行性的安检 因为时间点实在太敏感了 所以现在呢就被蓝颖给质疑 是不是政府秋后算账在查水表呢 好不过今天屏东县长潘梦安是站出来立刻出面否认了 强调这通通都是乌龙栽赃 而另外一方面现在国际关注的焦点就是香港众志三子 黄之锋 周庭跟林朗燕通通都被判有罪 而且要即刻入狱 黄之锋在入狱前对大家喊话一定要撑住 而周庭呢听到这个审判之后是当场痛哭失声 好看到香港面临这样子的处境 美国 日本 德国 包括我们台湾的政要都隔海声援 我们稍后也一起来讨论 好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五位来宾 首先欢迎到第一位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张鸿路 梦琪好 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刘兆好 梦琪好 大家好 好 左手边欢迎到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钟嘉斌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接下来欢迎到是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之豪 梦琪好 大家好 好 最后要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梦琪好 大家平安 好我们要赶快先来看的就是前天行政院长苏贞昌 跟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两个人在立法院是全枪舌战 苏院长一句 国民党中常委也支持政府引发了讨论 也让国民党捡到枪 我们赶快来看完整的报道 现在猪农朋友他们看你这事业报告 都没办法安心 愿不愿意重新做一个整体全面的冲击影响 我们可以提供更完整的 我们可以提供完整的国际市场 尾燕 但上礼拜我去屏东 那个信公出口猪肉 到日本他还是国民党中常委 他很支持 就是这句国民党中常委也支持政府 让信公连夜发出声明澄清 苏贞昌当天来访 是参与台湾猪肉加工品外销峰贵仪式 全程并无讨论或提及萊猪议题 所以没有苏院长在立法院所说 支持萊猪之事 这也让对战苏贞昌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 仿佛剪刀枪 一再的污蔑这些业者和店家 这实在是假装告稿 那昨天信公第一时间也发出了声明 打脸苏贞昌院长 怎么可以在国会殿堂公然说谎 信口开河捏造事实 毁人上誉 苏贞昌院长非但无法距离回应 甚至变本加厉 仿称本党杨国人中常委经营的信公肉饼 支持民进党的萊猪进口政策 更显示拿民间商家作为错误政策记起 以示民进党凝贯的心态跟作法 当时的重点是在养猪产业的冲击 美猪美牛不是单一的议题 那是解决贸易的困难的问题 那也是为了争取国家 有更宽广的经贸国际空间 总统蔡英文亲上火线挺苏内阁团队 要外界看清楚事实真相 但耐人寻味的是 杨博人的儿子信公肉瓶总经理杨明睿 透过电话访问 强调前一晚的声明 不是打脸苏贞昌 而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那他们都非常肯定 政府守住非洲猪瘟 政府口提拔针成功 让台湾的养猪业 不但更有自信 而且更有机会出口 我讲的是 这一段他们支持政府 这样子做 并不是指哪一家公司 支持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进口 不要误会 苏贞昌解释原委 行政院也做出图卡 将苏贞昌和蒋万安的对话逐次呈现 强调从头到尾都没有说 业者支持进口美国莱猪 不要以而传格 但可以想见 猛打莱猪进口议题的国民党 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国民党当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们再次来还原当天苏贞昌院长在立法院 他到底讲了什么呢 苏院长的原文是说 上个礼拜我去屏东 那个信工猪肉出货到日本 而且这个老板还是国民党中常委 他很支持 这番话被国民党解读成 是这个信工肉品的老板挺莱猪进口 不过苏院长解释说 他意思真的不是这样子 他解释是说 业者肯定政府守住了非洲猪瘟 我不是指哪一家公司支持莱猪进口 请大家不要误会 我先来请教一下赵豪委员 显然苏院长这番解释 讲万安是完全不买单的 他认为说苏贞昌怎么可以在国会殿堂 公然的说谎毁人商誉 还说院长这样子真厉害 这样是真厉害的 我觉得我们看一个人讲话要上下文 那天苏贞昌院长在 接受国民党的蒋委员的咨询的时候 这个主题是蒋万安自己设定的 他设定就只有这四张纸 他那时候是讲的是我们开放来 如果开放来出进口 对本国养猪产业的冲击 所以那天上下文都在讲这件事情 我说如果一个民理的人 不想不会去扭曲事实的人 如果观看这个影片 其实说苏贞昌院长也不需要再做解释 因为那个院长的巡打 其实是讲产业有没有受到冲击这件事情 所以他提到信工公司 他是讲说信工公司 因为它的猪肉已经能够出口 因为我们拔针嘛 口里面拔针 还有我们相对的为了因应这一次 如果莱猪进口之后 我们农委会所做的一些农业的基金 要来可能对我们 以降低我们对我们本国养猪产业的影响 所以他做了一些准备 所以信工产业其实是在 对这件事情上支持 而且苏贞昌院长从头到尾 也没有讲任何一句讲说 信工公司他是支持莱猪进口的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讲这句话 你要硬要把这句话塞到 苏贞昌院长的口里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 严重的扭曲事实 我觉得我们在国会电堂去论证 也许蒋万安委员那一天 对他来讲也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为什么因为他那天 整个一直要来 把这整个导向成说有人是反对的 反对政府等等 然后又说他曾经到屏东 哪一个养猪场去看等等 可能那一段的对话 其实因为他有认了好几秒钟 所以可能对蒋万委员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跟影响 所以他想要借由这件事情 无中生有的扭曲到说 苏贞昌院长说了哪一家公司 他是支持美国莱猪的进口 我觉得这是无地放始 无中生有 我觉得我们在国会论证 国民党你现在可以大可说 你针对莱猪进口 他可能我们跟台湾 跟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的问题 还有对产业的影响的问题 还有如何标示能够确保我们食安的问题 大家好好的来论证 还有我们不需要用这样子的方法 我觉得这种扭曲 我谈判这不是扭曲 我坦白讲是有点抹黑的方法 因为这整个影片其实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在网路上都看得到 这整个上下文其实讲的就是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然后你硬要把它栽赃成说 是对苏贞昌院长没有讲过的话 你硬要把它扭曲成说 他曾经说过哪种话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国会理性问证应该有的现象 委员这边认为国民党这样子是无中生有 是抹黑的一种方式 也要来请教一下玉慧姐 其实昨天蔡英文总统又接受媒体的联访 他也认为说 其实苏贞昌的原意就是 大家全力支持猪农 让台湾的养猪产业更有竞争力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返国际经贸舞台的关键一步 可是很显然国民党目前还是这个穷追 好穷追猛打 而且还说苏贞昌不道歉就要下台 是不是 我先讲在这整件事情当中 我觉得民进党可以先进步一点的地方 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确在很多的民调当中 我们还是发现很多的民众 我看到很多的记者 那他们去访问民众的时候 民众还是搞不清楚 以为现在国内是没有美猪的 他们搞不清楚 以为这个美猪 我们现在所有的美猪都是含有莱克多班 也不知道说美牛含有莱克多班 很多的事情事实上 民众从媒体上面所接收到的讯息 或者是从政治人物这边所接收到的讯息 都是非常片段的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们现在在场 有非常多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诚心的要呼吁民进党 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把政策 跟民众来说清楚 好 接下来我就要讲国民党 国民党老实讲 从头到尾 就跟那些小孩撒脱死赖 完全无地放始 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做错事不懂得反悔 然后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为什么在今年的一月 总统大选会如此输得这么惨 然后在高雄市长的罢免当中 韩国瑜会罢免的这么惨 其实我们还原去年7月1号 台湾的口蹄疫拔针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跟我们所有的观众 讲过非常多次 这个是25年来 台湾的所有养猪业 盼望了非常长期的一段时间 这对台湾所有的养猪业来讲 是重大的一件事 可是去年的7月1号拔针 台湾的猪肉难道就可以出口了吗 这到底还有哪一些问题要解决呢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 台湾过去因为我们猪肉全部不能出口 我们只供应国内市场 因此我们跟国外的很多的贸易上面 我们建立了一些不必要的贸易障碍 比如说我们过去不准国外的猪进口 因为我们的猪不能出口 所以我们当然也可以禁止国外的猪进口 可是当我们的猪想要出口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把贸易的障碍 给解除掉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如果我们的猪想要出口的话 我们就要解除贸易的障碍 什么叫做贸易的障碍 就是我刚刚讲 我们的猪要卖出国去 想要出国 比赛 中冠军 这样子能够赚更多的钱回来 我们就必须要让国外的猪进口 国外的猪肉进口回来以后 好不好吃 我们有国内的消费者自己来选择 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民众讲清楚 好 我们从去年的7月1号拔针以后 经过了一年 证明台湾都没有任何复发的迹象 从今年的7月1号 我们的猪肉才可以出口 我们才能够从疫区当中被排除 我们从今年的7月1号才是非疫区 今年的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5个月 我们以去年的1到10月跟今年的1月到10月 中间包含5个月 我们可以把台湾猪终于可以出口的这5个月算进来 各位知道我们的猪肉帮我们创造了多少的出口的产值吗 一年当中我们只出口了5个月 创造了654点多万美金 不是台币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没有办法出口 所以现在我们因为口听一拔针 台湾从疫区除名了以后 我们短短5个月就让我们的产值 养猪的产值提升了600多万美金 这个对于台湾的养猪产业好不好 当然很好 这对我们国内来讲 当然养猪过去有很多人说 像包括屏东或台东 或许新北也是一样 有很多的养猪户 过去如果旁边有养猪户的话 大家会很害怕 可是现在的养猪户 它的产值 甚至于它整个的厂 做得都非常好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国内我们现在政府要求 农委会要求 所以农委会现在也补助100亿 希望说 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比较小的厂 没有办法提升 现在就因为国外的猪肉可以进口 我们现在国内补助 让我们这些比较小的养猪场 也能够提升品质 这个是让国内整个的养猪产业能够提升 也让台湾的猪有机会可以出口 让台湾的猪可以出国拼冠军 所以我不懂 国民党到底是在吵什么 它现在第一 打击台湾的猪肉 不让台湾的猪肉可以出口 第二 骗所有的台湾人说 我们台湾都开开去 我们以后全部猪肉都会变成美国猪冲刺 那你是要恐吓台湾人 以后都不敢吃猪肉吗 你是要骗台湾人说 我们以后上菜市场 去菜市场那些猪肉店 所有的猪肉都是按美国进口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恐吓 这样子的渔民 这个对于国内所有的人民来讲 这种谣言的恫吓国民党难道不用负责吗 到今天为止 这个事情其实非常清楚 我昨天跟叶元智在同台的时候 他还在响 今天是卤小小 说什么他们是在讲萊猪 明明不是 这是因为性供肉品 它是国内数一数二模范生 等一下嘉宾委员可以说的 因为这是他的选区里面 这是一家非常优良 品质优良的一家厂商 他就是因为今年可以出口到日本 日本的猪肉 他因为他自己还是疫区 他都没有办法出口 我们台湾的猪肉 日本人现在抢定 所以台湾的猪肉卖到日本去 日本人也觉得不错 好吃 我们可以创造这么高的一个产值 国民党你们是在贵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民进党要负责的是 好好的把政策沟通 国民党你们要负责的是 把你们的脑子搞清楚 把你的嘴巴闭上 不肯再灰了 玉慧姐刚才讲的这一家 性供肉品 号称是肉品界的台积店 委员这家肉品店就在你的选区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苏贞昌院长跟蒋万安 激烈交锋之后 性供这家公司是连夜发出声明 好我们来看到另外一张图卡 这个性供发出了声明 董事长杨博人 就是被点名这个国民党的中常委 他说他本人坚决反莱猪进口 不过随后他的儿子 杨博人的儿子杨敏锐 他就说其实性供发这个声明 不挺莱猪 是要对客户交代 并不是要打理苏院长 或者是要政治化 委员怎么看 其实性供真的是肉品界的台积店 不只如此 他还很热心公益 甚至他 杨董事长就是老董 跟苏嘉全 曹启雄到潘孟安县长都非常熟 在地方上不是在分政治党派 而是看为了怎么照顾地方产业 过去只要租价稍微下跌 台湾是养租大县 那么租资供应量超过市场需求 曹县长就会拜托杨董说 你们有很大的冷冻库 你们是不是多跟拍卖场 说先买进来存放 因为你们肉品加工冷冻是没问题的 只要市场上的租资减少了 价格就会回升 长期以来信工对对方租农的贡献 真的是功不可没 如今他受到这么严厉的这样的 我不会说是栽赃或抹黑 其实刚刚我们赵豪兄说 其实国民党有没有进步 是有啦 他现在是进步 他以前不愿意上台去质询 现在愿意上台质询 但是进步的有限 为什么 两件事情不应该做 第一个不应该做是 不要把能吃的美食原料 倒在地盘上 还要去浪费一百万换地毯 第二件事情 不要把人家没有说过的话 塞到人家嘴巴里 这就是目前国民党的委员 在质询的时候 就当他愿意上台质询 他也要做这种事情 信工今天有发一个声明稿 说他们在反驳 反对行政院的政策吗 不是喔 他们是因为客户来询问 他们觉得很困扰 客户怎么会突然之间关心信工的 如果是信工的客户 长期以来都很清楚 他是一个国内用国产肉品的加工厂 是用国产租的 对不对 那会有客户笨道去问信工说 听说你们的肉片 是用国家进口的莱猪 我不认为信工往来的客户 会有这样的疑惑 但是是什么样的情况 让信工不得不出来澄清 因为有可能就是把别人的话 塞在别人的嘴巴里 这个在网络上流传 他不得不来澄清 我再讲一个事情 刚刚说到的那个安检 消防安检 今天潘县长也出来说话了 他说后来证实了 根本去当天 昨天去的消防安检 是信工的消防委托公司 主动去跟县政府登记 两年一次的例行检查 要排日期 日期还是他们 那个消防检测公司挑的 县政府消防局配合去检查 好了 后来又说有一个额外的检查 好 是打屏东县总 1999的一个检举电话 时间长达五分钟 讲的呢 说什么信工里面有一些违法的事情 那你要知道公务员 我接到检举 我要入案嘛 入案就要派查嘛 居然还没有派查 就有国民党说 查水表啦 奇怪了 潘县长已经说了 这一通长刀 五分钟检举电话 发发地点都查到 到时候看 是不是跟所谓的信工 他不得不来澄清的 有人假冒是客户 来跟信工投诉说 你怎么用莱猪 逼得他不得不澄清 是不是有人假冒检举 来故意要制造说 被查水表的假象 是不是这一些 都是按照剧本上演出的 我不敢多做猜测 但是最后会 真相会水落石出 我觉得在野党 要论证要理性 其实国民党一开始 在对莱猪进口这个事情 他是有抓到一个重点 其实食安的确是 消费者关心的 因为可能刚刚小方也说了 台湾的公共政策 在讨论的时候 往往缺乏一个什么 多数民众不了解基本数字 比如说两年前 对火力发电的限制公投 是因为主张永和派 他说这个要是 这个我们现在核电停掉了 就要用活力发电 活力发电的空污 没有民众 多数的民众在调查 发现多数民众以为 台湾的主要电力供应来源 是核能发电 其实只有8% 那当民众以为台湾的主要电力供应 是核电的时候 你不盖核电厂了 那是不是这些电 都要改用蓝煤的活力来发电 其实咔嚓相反 只有8% 而且过去国民党时代 八成以上的活力发电 绝大都是蓝煤的高污染的 是民进党执政时期 才改成天然气 好 这些基本数据民众不了解 民众不了解 台湾的肉品消费市场上 九成是本土的国产株 而且一般消费者 菜市场买到的 餐厅买的 都是温体株 都是国产株 只有一成是进口的 那进口的当中 除了伊比利西班牙的 比较高价的之外 其他的都是 当然相对便宜 要做肉品加工的 请问一下 信工作为一个台湾的 最大肉品加工市场 有必要去进口 进口国外的猪肉 来加工再卖到国外去吗 那所以一开始 国民党用食安的角度来看 的确消费者担心 会不会开放了美猪 这个来际 寒云重点上的 你会吃到 有一些肉品加工市 可是呢 这个他们炒了半天 你说腰子 你说内脏 要分开了 有啊 内脏的标准更严格 执政当局也马上改了嘛 第二 你说要分部位 有啊 我们也分部位查验了 一切都比照当年嘛 因为有政府时期 进口美牛的标准在做嘛 那现在他们叫标来记 讲不过 因为很多的国际的进口贸易 没有在做这个事情 他转而来说什么呢 转而去说 你这个开放进口 如果影响到养猪业 恰恰打到了我们 苏贞昌院长最熟悉的部分 我们从一开始 从今年年初一开始 这两年来苏贞昌的内阁 就是为了防止口蹄疫 要争取口蹄拔针 防止非洲入侵 这是在保障我们的养猪农 当国民党发现 透过食安 没办法再去游说 说服消费者 对这个莱猪进口的 这个疑虑的时候呢 他现在转而诉求什么 养猪业者 偏偏我们的蒋委员 他本身 他根本不是农货协限的委员 他的选民当中 也没有养猪农 他就信口开合说 我到屏东去啊 院长妈问他说 你去哪一家 因为屏东的养猪业 刚刚你们的影片当中 几乎每个镜头 我都知道是哪个养猪场的 中央畜牧场的 他们因为是 非常的模范市场 我太了解了 所以院长会自然说 不然你是去哪一家 那所以院长会顺带说 他上星期才去信口 因为封规要出口到日本 其实对国内的养猪业 有没有冲击 从这里可以证明 政府做得好 我们养猪业的肉品 可以加工 可以出口 这才是真正的照顾养猪农 国民党搞不懂这一点 一直要把人家没有说过的话 塞到信公的锥里 塞到孙党的锥里 我觉得呢 虽然有进步 但是还是进步的不够多啊 来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战略是怎么样 这个部分也要来请教红鹿委员 在请教委员之前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的图卡 其实最近国民党真的出了很多招 包括上礼拜五 先在立法院内泼这个猪内脏 接着呢 又因为这个梗涂的争议 国民党跑去控告苏贞昌院长 说他行政不中立 另外就是昨天 国民党也开记者会 说疑似呢 是不是行政院派人来监听 不过事后发现这就是乌龙一场嘛 好 但是呢 现在最新的这个信公事件 国民党今天也说 要控告苏贞昌院长 散播假讯息哦 所以红鹿委员 刚才大家解释的老半天 苏贞昌院长啊 蔡英文总统解释的 国民党都听不进去 国民党有听到 但是国民党呢 他故意从嘴巴讲出来 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给他看国民党现在就是泼脏水 不管什么东西就给你泼脏水 然后觉得可以把你泼脏 把你让你整个一个白布 把你点点点到处都是脏水 都是有污点 我觉得他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而已 他的所有的抗争都说什么 他把他的抗争当成他的目的了 一般来讲抗争是手段 我达到目的 我的抗争的手段就已经结束了 可是你看得出来哦 国民党现在把他的抗争当成他的目的在做 每天都有新的抗争方式 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 他唯一不停的就是扰乱你 就是抗争而已 他把他当成目的了 我觉得一个执政 一个以前执政过的一个国民党 怎么会连这种sense都没有 一天到晚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目前 他让我看出来 他最大的败笔在这里 那他的这样的情况会造成什么 刚刚我们所说的 你看泼租内障啊 然后人家那个警卫队 他本来就是站岗在那边的 然后就故意要栽赃人家 被说成监听 对这也是一个栽赃 我讲一个很清楚的 而且这个根本也算 也是算是行政院长的 他的随护团队之一 但这些根本不是行政院长的贴身的随护 你知道我们总统出去 跟行政院长出去的话 其实会有先前部队 先去勘察场地 我跟你讲 他们所指的这个人 这些警官 他就是第一批去勘察场地 要把场地顾好 场地顾安全的这一批 那所以他就会固定在哪些点 他要站着嘛 他就是这样嘛 那这些人 他干嘛要去问 偷听你国民党党团讲什么 然后要说国民党党团会议什么时候结束 我跟你讲 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在立法院都知道 根本就不需要警官去问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党团 再不计党团助理也可以知道 对不对 那我就开玩笑说 柯总召跟令威座打一通电话 也知道你们什么时候结束了 还要请警官去 没需要派人吧 根本就没需要嘛 这个所以你看 他这个是用错误的讯息 要来抹黑所有的东西 那你说信工这件事情 其实那天 我相信在场的我们三位委员也都在现场 蒋旺安 他明明咨询的就是 对产业的冲击 我再说一次 他咨询的是对产业的冲击 所以苏院长才会回答他说 你的冲击是哪一家 他说冲击很大哪一家 不然你说 结果他说不出哪一家 对不对 然后苏院长说我举这个例子给你看 他上礼拜才去 他对这个产业的冲击什么等等 他觉得政府从非洲租赁 然后口提议等等的做得很好 所以他也蛮支持政府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前文后文就是这样 那蒋旺安他就故意 因为他已经连续两次被苏院长打脸了 两次都回答不出来了 两次在咨询台上这样子呆住了 所以他急需要扳回 所以他把这件事情 把他故意导向说 苏院长说这个信工支持莱猪 所以这个信工真的很可怜 本来没事的 被蒋旺安将一讲说 他支持莱猪 结果你看逼不得已他出来发声明 那到底是谁害了信工 苏院长从头到尾也没有说他支持莱猪 他只是说从口提议什么 他这些很多都支持政府的政策 对养猪的政策 然后包括我们一百多亿的基金等等 这个我们在猪肉的进口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让台湾的产业更好 苏院长讲的是这一个 他就吃粿道菜都条纲 你整个咨询的全文 你给他拿来看的话就不是 我再说一次 蒋旺安那天讲的是问苏贞昌院长 对产业政策的冲击 不是问他对莱猪怎么样 讲得很清楚 人家当然是这样回答你 所以我觉得信工真的很倒霉 被蒋旺安故意说成他支持莱猪 所以逼不得已 你看他又要出来发一个新闻稿 说他没有支持莱猪 这是谁逼的 这不是苏院长 这是蒋旺安 对不对 而且蒋旺安 说真的 我觉得他在美国住那么久 也算美国长大了 他当然对台湾的养猪业 他不懂 苏院长他是从屏东县来 他当县长 他当县长的时候 就跟这些养猪业者有多熟 对不对 像我们这儿子 我们小时候都养过猪的 蒋旺安你不懂 你就说 我去看了一下 然后要用这个设一个套子 一个圈套 来误导说 苏院长说他支持莱猪 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咨询前 他自己设定的一套剧本 但是他这个剧本设定的不好 你自己又要跟着苏院长问说 你对台湾养猪业的冲击如何如何 人家回答你这个的情况之下 你把他故意张三礼 带这样给他灌上去说支持莱猪 所以我真的觉得蒋旺安 你这样子害了台湾的很多的 要出口的业者 蒋旺安是害了台湾要出口的业者 进口莱猪是进口的业者 这出口的业者被蒋旺安你这样搞 我讲受伤很大 所以难怪你信工你要出来 他要声明 不然国外的客户怎么办 国外的客户说 你是怎样进口莱猪又再出口 这是不对的 我讲从拔蒸到现在 台湾出口的猪肉 虽然还不多 跟以前比差很多 以前是好几百亿上千亿的产值 光日本就很多了 我们从拔蒸到可以出口 我们目前出口的317顿 最多是什么 澳门 因为澳门没有什么养猪的 而且为什么 为什么他第一时间跟我们买 整个亚洲到处都是非洲猪瘟了 对不对 这是台湾的猪肉的出口 那个最好的时机 我们如果好好的做 我初步的估计 整个亚洲市场 我们台湾的猪肉 如果说可以这样顺利的外销 是有上千亿的产值 以前就有了 光日本就多少 所以我觉得蒋旺安 还有国民党 你们不要为了一党之私 然后为了这个萊猪 然后结果操作到 伤害了台湾的养猪业 这个整段质询内容 到底有没有被错误解读 也要来请教议员 因为其实我们听来听去 苏院长真的没有讲到 这个萊猪两个字 可是国民党现在要去告他 散播假讯息 议员 其实现在国民党 他一直都在咬这个 就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主轴就是一直在打萊猪 萊猪等等这个 所以说不论什么东西 他最后都会把他 牵到这个东西上面来 我们现在回来讲一个简单的 如果说你是台 假使你 我们任何观众朋友 大家很想像 如果你现在是台积电的老板 你的公司所产生的这个产品 是全世界第一名 最顶尖的 对 第一名 可是因为某一些贸易的障碍 你的产品没有办法外销 你知道你要外销 你可以你的整个公司 可以变得更大 你整个产业规模 可以挣很多很多的倍 可是因为一些贸易的门槛 所以让你有连续24年 都没有办法卖给任何国家 你想如果今天一个政府 有办法 想办法让这个贸易门槛解除掉 让你这个最好的产品 终于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可以卖到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你会不会很支持他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政府这样做不错 终于让我的产品可以 好好的在这个国际市场上面 跟大家竞争 对 生意做更大了 那我们今天 我们的莱猪 今天我们的国内的 在台湾的猪肉 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 在以前口提议发生以前 就1997年以前 台湾每一年的这个出口猪肉 展值多少 886亿 如刚才这个红卢委员所讲的 我们卖到日本的600多亿 每一年 但是因为口提议的关系 我们从此以后就大门关起来 我们卖不出去了 我们只能仰赖 这是我们要买的话就是进口 但是最后就变成是 过去这24年来台湾的猪肉的消费 大部分就是国内的市场 国内的消费就这样子 我们就一直封闭了这24年 好我们今天要终于口提议可以解禁 我们要开始打开 我们要开始利用这个机会 掌握这个非洲猪瘟 这个国际的整个 这个贸易上面的这个大空口 然后我们现在要全面的去进攻 这个国际市场 让我们国内的畜牧业 让我们国内的所有相关的产业 包括物流 包括货运 包括整体的全部的东西 那整个相关的产业大家都可以因此 而做一个这个确实的转型 整个产业这样子增倍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以贸易的原则来说贸易是双向的 如果我要卖我也必须要 我要出口我也必须要进口 所以说我们自然会一定有一定的冲击在 但是相对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产业 的竞争力是非常强 非常高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终于可以打开这个机会 终于可以迈出去的时候 业者当然会支持 那院长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他就是在说我们的业者 当然是非常支持我们 而我跟我们所有屏中的这些养猪业 是相当的熟悉 相当的理解 OK 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 这实际上的脉络是这样 在这个脉络之下 然后现在国民党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扯一下 这个要扯萊猪 那个也要扯萊猪 那个也要扯萊猪 那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实际上萊猪这个议题根本就不在他们 刚才就像刚才讲的 在国会的这个讨论里面 当时根本就不在那个谈话内容里面 但是国民党他们是仰仗子 他就是算准了一般的民众 对于我们的这些新闻的这一些 立法院的公报 或者是我们在实际上这些新闻的细节 大家可能没有时间去看待全部的细节 那他就硬抓着一个东西 然后就猛打 那说真的 2018年之前 前夕这整个所有的这些假消息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以而传而 以而传而 然后不断的散步 最后所造成的这样子的假消息恨行的这种状况 所以说当然 我们也当然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的跟我们国人大家讲 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说 在贸易的前提之下 我们台湾的猪肉终于可以出口了 而我们的猪肉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 而且现在的猪肉 就真的要出口全球 我看可能量还不够 我们可能还要在整个产业还要再增加 还要再增大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这些产业在扩大的过程中的 我们自己本身的认证运输等等的这些过程 其实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会议员 所以应该要监督把关的东西 而不是整天在那边炒这些 这个把滴沟倒菜兜 然后把这个猪肉出口的议题 然后直接把它拉到了这个莱猪上面去 真的针对这个莱猪的议题 国民党真的就像是捡到枪了 不断的开大决 除了这个丢猪内脏之外 包括这几天一直在指控 这个小英政府是不是有监听啦 或者是不是有指控这些业者挺莱猪政策等等的 好 这些战术到底有没有获得民意支持呢 还是只是国民党自己自嗨 我们稍微回来 一起来看 好 针对这个莱猪的议题 其实国民党先前已经杯葛了苏贞昌院长12次 不让他上台施政报告 所以导致这个立法院空转了好多天 而且700多个案子是卡关的 好 最新的一份民调显示 像国民党这样杯葛立法院的议事 这样子的作为有超过六成的民众是不支持的 好 另外在上周五真的大家想都没想到 居然是开大绝直接丢出猪内脏啦 赵豪委员 国民党这样子的行为 有超过七成五的民众是不支持的 所以其实国民党这样做 民意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 我想我们在衡量一个政治动作 会不会受到加分或者是支持对一个政党来讲 不能只有在我们熟悉的环境里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同温层里面去寻求答案 所以我们从这个民调看起来 其实也蛮符合我们对一般台湾民情的观察跟认知 大家想看看就是说 你在反对党到你要做意识的杯葛或者是抗争 这个大概一个民主社会 大概要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今天采取的动作是 把我们一般在餐桌上 或者是我们在出去跟好朋友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的美食 比如说做的内脏 他用来不把它当成这种食物 而是当成他一种发表他的 发泄他的情绪 或者甚至要侮辱对方的一个工具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严重的违反我们一般人 对食物的珍惜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也认为说这个台湾也对这种养住户来讲 所以是一种比较不礼貌的行为 大家想看那养住户 他们在非常很认真 要从一大早就要起床 然后好像要非常认真的照顾 而且要看顾着他们 然后把最后把这个成果呈现在餐桌上 但是他却把它拿来当成是一种泄恨的一种 就发现他情绪的工具 而且要来侮辱对方 让对方难堪的工具的时候 所以其实这样的动作是严重的影响到 这个政党的形象 国民党的形象 而且大家想看看 其实有趣的一个观察一个现象 蒋万安在咨询苏贞昌院长的时候 无论你支不支持他 或者你认为他咨询没有得分 至少他总是在咨询 他很大声然后声势力竭 而且好几度都破掉了等等 但是在丢内障的时候 坦白讲你仔细看你是看不到蒋万安的 你看不到他的 看不到他很激烈的声音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蒋万安他自在要更上一层头 他希望能够选台北市市长 他需要形象 那很简单 这件事情如果对他是加分 对国民党是加分的 即使你不是冲在第一线 那不过你至少要在旁边 摇旗呐喊加油才对吧 因为这个反正是对国民党会加分 对你自己会加分 所以显然就是说 蒋万安其实在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指标 他也很清楚说 这个动作坦白讲有比较激烈 不太适合 至少对他来讲 是没有加分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选择了至少要保持一段 距离嘛 冷处理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而且这个 就在上礼拜五国民党 然后用泼内障之后 你观察我们观察我们周边 就算是他在政治倾向是非常支持蓝营的人 蓝营的朋友 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 他也不会理直气壮 为国民党去辩护 他顶多是讲究说 民进党顶多念一下而已 但是他绝对不会讲说 这样就对了 就是要这样 就算有那个比例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民调其实是符合我们一般 台湾人的价值观 也符合我们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观察 而且特别是 国民党可能认为他们是在 莱猪议题上是捡到枪等等 但是我觉得这个捡到枪 一个反对党当然你要有题材 但是你捡到一个枪的时候 你要看也不要 你也要避免它成为一个自走炮 自走炮可能也会炸到自己 会炸到自己 会炸到自己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在这个议题上 两个政党都曾经担任过反对党 也曾担任过执政党 2012年的时候 是国民党在当执政党 所以他们现在所支持的 都是当初他们所反对的 比如说莱猪要标示这件事情 在2012年的7月25号的立法院 通过的法案 就不是这件事情 他就认为说 那时候就标示莱猪以否 这个违反我们国际上的贸易的 这样的惯例 而且可能有歧视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标产地 而且在2012年的时候 修法的时候 国民党主政的时候 也是授权行政机关 可以衡量各种相关报告之后 直接用行政命令来决定 是不是要来做适度的开放 所以这个时候都是当时的执政党所决定 那到现在 那我不是说 你角色转化 你当然你有不同的想法 你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彼此两个政党应该有更多 应该更多彼此共同的谅解 应该是这样 就是大家共同的 因为大家都当过执政党 当过反对党 所以这件事情 显然不是只有租的问题而已 那食安问题绝对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牵扯到的也是 台美贸易之间的一个复杂的谈判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大家共同的摊在桌面上 我们好好的来做一个沟通 然后说明给民众听 然后应该在食安上 我们应该做如何的把关 而且我们看刚刚今天的即时新闻 就是说 标志莱猪这件事情 就现在的民进党的立场 就如同当初国民党在执政一样 你用法律规定 坦白讲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法律规定 会真的会违反WTO架构下的 歧视的反歧视的原则 但是如果民间自动性的发起说 我们不要吃莱猪 然后要请进口商 你要标示莱猪与否 这是民间发起的 这个政府没有意见 但我们就看到进口商 超过巴士家的主要的 猪肉的进口商 他们已经自动自发出来说 他们要承诺 他们不会去进口莱猪 而且好 他们会要求美国的出口商 他们要去标示清楚 告诉特别人出事证明等等 那这是民间发起的 那民间发起 当然我们政府或者 我们就乐观其成 看待这件事情 我相信从民间跟政府 反对党跟执政党 大家 心平气和 我只能在讲 不要再出现那个坡内照 甚至更激烈的手法 那个 说实在国民党 你也做这样的行为 我们如果是比较 幸灾热祸 切切自喜的话 你坦白说 从数字上看起来 是对方不好 但是我们不愿意用这样的心态 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说 每一个政党都很理性的 来看待 共同来为台湾 某一条出路 好 现在民间已经自动自发发起 我也希望说 执政党跟反对党 大家一起来共同 该监督的 我们把它监督好 把我们所有的食安工作 跟贸易谈判 把它做得更好 真的 其实看到最新这份民调出炉 很显然 国民党一直不断打 萊猪这个议题 对自己的形象 是没有加到分的 我们稍后回来 再麻烦玉惠姐 来帮我们分析 在立法院上演了种种闹剧之后 最新的民调出炉 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 来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一 好 国民党百分之十七点五 两相比较 玉惠姐 国民党还是真的差一层 很大层 这相差是十四点六 我想民进党昨天公布的 这份民调 其实是被动公布的 为什么会公布这份民调 最主要的也是因为 国民党公布了说 在上个礼拜五 这个因为萊猪 他们在立法院 丢了这个白莱以后 受到了在基层的欢迎 所以呢 这个国民党士气大政 也看到国民党党主席 站出来说 他们因为民进党是独裁专制 包括他们的前总统也这样说 所以到底我们就在想 台湾的民众真的是 如同国民党所说的这样吗 因为为什么 当国民党所说的时候 跟我自己本身的经验 或者是我在我周遭的朋友 所听的一个经验 是完全不同 难道是我们的同温层 真的是厚到牢不可破了吗 还好昨天民进党有公布这份 那从政党的支持度上面 民进党是32.1 国民党是17.5 中间是差了14.6 那我们当然看到了 刚才其实我们在广告时间的时候 也讨论到说 其实很清楚 有几个事实 就是在杯葛立院的议事的部分 不支持的有60.2% 但是到了丢株内脏杯葛的部分 不支持的是有75.2% 可以说本来是对于 国民党杯葛议会 本来就不是那么的支持 但是为什么会到丢株内脏 会更不支持呢 是台湾的民众本来有一些 是对于要不要杯葛议事 要不要让苏文昌上台 其实是没有太大意见 但是到丢株来的这些时候 他们是全部都跳出来 觉得这是已经踩到了台湾人的红线 这太超过了 因为刚才赵豪委员就讲到 我们台湾人是非常敬天息食的 这么多你看到了说 不管说是猪农他们的辛苦也好 或者是我们看到 我们台湾人爱吃的小吃美食 被丢在地上 然后国民党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去来面对台湾人 好像就觉得说 他就看不起台湾人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让台湾人愤怒的 那其实我另外还看到了一点 是说在每一次的选举当中 事实上到选举的后期 蓝绿的板块其实都固定 甚至于说蓝绿的政党 都会去催出他们极大的板块 希望说所有的支持者 能够各自归队 但是有一群人很特别 他可能他就没有特别的喜好 他可能这次选蓝下一次选绿 或者是这一次选绿下一次选蓝 他不一定那这种人叫做中间选民 那中间选民在这一份的民调当中 我觉得看出来他们对议题 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中间选民在国民党多次杯葛 不让苏院长上台 你赞不赞成国民党的这个做法 有40.2%的中间选民是不赞成的 可见中间选民认为说 那赞成有多少 赞成的只有24% 也就是说不赞成的是大过于赞成的多 也是多非常多 是多一定的比例 这是相当明显的比例 那到了第二题 你们说这丢猪内障的部分 为了阻挡苏贞昌院长上台 而丢猪内障杯葛 能不能接受 这个部分 中间选民高达47.8% 也就是大概48%的 中间选民是没有办法接受 能够接受的 对不起 中间选民的部分 不能够接受的是63.3% 我讲错了 是不能够接受丢猪内障的是63.3% 能够接受的只剩下18.6% 所以中间选民是 就是两个 你就知道中间选民这块 在符合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为什么不支持75% 跟这个杯葛立院议事的60% 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 就很明显的 就这份民调里面告诉你 那个between the lines 就告诉你说 中间选民他们的意见表达了 那意见表达的是什么 正好打脸的就是江启臣所说的 说什么回到了这个什么基层 基层都觉得很同意很赞成了 或许真的任何极端相对激烈的行为 在极端的部分都能够得到支持 因为那会更激化他 所以这个社会为了要寻求和谐 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 你不管你再讨厌蓝 你再讨厌绿 很抱歉 我们都是中华民国台湾的人 所以我们大家必须要团结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下 你如果走偏锋走极端的话 你是得不到社会上面 极大的一个支持 如果国民党脑海里面还记得 你们想要再次执政的话 你就再走极端看看 再走极端看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17.5搞不好都只是你们的天花板 你们以后会出到什么地方去 会趴到地上 这个都是看你们国民党 要继续如何的去作践你们自己 玉慧姐帮我们分析了很多民调上面的小细节 我们稍后回来要继续来看 因为现在这个信工事件是不断在延烧 尤其昨天屏东县的消防局人员 到了信工厂区来安检 现在被国民党指控喔 说这是不是民进党政府在查水表呢 不过这其实只是例行性的检查啦 怎么都安排好啊 我们稍后回来 要来好好请教屏东的委员了